李世民与李世纪,感情归感情,工作归工作。 文术那些年瑞格格在热播剧军事联盟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情日暮年的曹涛将儿子曹丕照至仗中那是父对子难得的一次语重心长他说, 而你要知道孤家寡人不是白教的,这是编剧笔下的台词, 但恐怕也却是历代君主的心生万人之上,天子之位的常人不得知权威, 却也聊常常人不知之心酸。 比如在那个位置上,必须拎得清感情归感情, 江山归江山纵然残忍,那也是他必须承受之重, 哪怕是一代雄主李世民也逃不掉这样的客提君臣之交有情有义, 李世民是一代圣主追随他的名臣梁将众多李世纪, 是其中一位李世纪从早连起就跟随李世民征战南北, 出生入死,为唐朝开疆阔土,安定天下。 李世民即位后对李世纪为以重任, 李玉有家他和长孙国际, 房玄陵等人一同都是李世民气重又信任的身边人晋王李之被立为太子后, 朝廷改授李世纪为太子瞻视兼左位吕加威特计, 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民是希望把自己的家事交给李世纪, 他对李世纪说, 朕的儿子刚当上太子你原来是他的常使, 如今把宫中的事情委托, 给你所以有这样的任命虽然委屈了你的阶位, 子吏希望你不要见怪狗, 李世民是在托乎如此信任可见一般, 后来在一次演会上李世民更是直接对李世纪说, 我在功臣里挑选可以托付孤儿寡妇之人,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你当年不辜负, 李秘又怎会辜负我, 李世纪泪流满面, 所谓君臣之义大抵, 也不过如此, MAP设计之律不得不为, 君臣亲密感情深厚, 但毕竟一个是君一个是臣李世民也不得不为自己, 百年之后的是考虑周全六百四十九年三月李世民患病, 他叫来太子李之说, 李世纪的才能智慧无可挑剔, 但是你对他没有利得, 我怕, 你难以使他效忠我今天把他贬折到外地, 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 李就着省, 他当国务人最高执行长并且可以信了他, 但是如果他犹豫拖延的话杀之, 李世民是聪明人, 这也是历代君王交接权柄时的惯用套路, 最后一成我做坏人让儿子来做那个, 好人五月十五日朝廷命令使纪委, 迭州军区总司令李世纪, 接到赵书即可动身前往, 十天之后李世民去世六月, 一日李之登基三天之后着生李世纪被特计, 设立洛州州长兼洛阳公留守长官六月二十号, 再次着生李世纪开府一同三司, 一级十字宰相儿李世纪也确实终其一生, 效忠着大唐王朝感情规, 感情规则是规则, 美国国际农机公司创始人事件, 第一部收割机的发明者西洛斯梅考克, 人称企业界全台他几十年的企业生涯历尽起落沧桑, 但他以过人的智慧屡屡成功作为大老板, 美考克也深谙企业管理之道, 感情归感情制度归制度, 有一次一个老员工, 违反着工作制度酗酒闹事, 时到早退, 按照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条款, 他应当受到开除的处分管理人员做出了这一决定。 您这个好处理人员做出了吗? 您感到不来女仿主邪吴, 您的验执行处理人员说是真的,